2017年2月10日16时17分,气功大师王林因患血管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享年65岁。 曾经大名鼎鼎的气功大师王林号称能治百病,隔着十公里都能把你打死的武林高手,最终却没能救得了自己。 凭着一招灵魂出窍征服大半个娱乐圈,拜师费五百万,赵薇找他开光,李彬彬任他当干爹,连马云都亲自登门拜访。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这里是闲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气功大师王林。 王林曾在中国人《王林大师写真》一书中提到,他七岁时遇到一个来自峨眉山的老道士。 此人可用手指在石头上刻字的道士,手到之处石屑飞扬,形同雕刻,再用手一抹,字迹便烟消云散。 老道士看他骨骼轻奇,天赋异禀,便将他带上峨眉山修行,这一去便是五年。 那么,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公开信息上显示,王林的生日是1952年5月6日,而曾有知情人透露,王林的真实年纪比这要大不少。 实际上,王林出生于江西平乡的一个农村家庭,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 父母承担不起生活的重担,便将他遗弃。 1952年左右,王林被江西省卢西县一对善良的夫妻收养,养父母家里条件不错,又将他视如己出。 可王林生性顽劣,小小年纪就在街头私混,光是小学一年级就上了三年。 在那之后,王林便退了学,之后便整日游手好闲,在外游荡。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林结识了一个街头卖艺的江湖艺人,跟着他学了些变烟变酒的戏法,维持生计。 随着年龄增长,王林发现自己学到的这些小把戏根本不够养家糊口。 于是,王林把目光描向老师人和孩子,开始拉帮结派,向这些人收取保护费。 1979年,王林因诈骗被捕入狱,这次牢狱之灾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据传言,一进监狱,王林就成了大红人,他给狱友表演杂耍、魔术,教狱警变钱变纸牌,有个狱警甚至学会了吞筷子。 他给狱警表演过一次隔山打牛,狱友站在墙外面,王林站在墙里面,他脱掉背心,念咒发功,狱友一会儿就嗷嗷大叫, 后背有灼烧感,出现红印。 从此江湖上流传着王林能医治百病的传说。 等到刑满出狱,王林正好赶上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气功潮。 王林一看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不能错过, 于是趁热打铁,从牢里出来的第二天,他就去深圳开了家公司, 把自己包装成包治百病的气功大师,把之前在学过的戏法和气功结合起来, 练就出被传的神乎其神的凭空来物,死蛇复活,灵魂出窍等绝活, 还经常用特异功能给人治病。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王林的气功王国迅速建成, 俨然成了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大师。 王林的名气越来越大,从普通百姓到知名企业家, 名人明星,都纷纷前来拜访,希望可以得到王林的帮助。 为了迎合娱乐圈的需求,赚到更多钞票, 王林还专门为这些明星们打造了各种骗局。 娱乐圈精英们对王林的崇拜到了什么地步呢? 王林曾说,一些女明星事业低迷,婚姻不顺,婚后不孕, 孩子患病等等,都主动找我指点化解。 有传闻,赵薇找她开阔光,喜欢求神问佛, 对灵异事件保持好奇心的马云,也经常去找大师。 而对王林最崇拜的人,莫过于李冰冰。 李冰冰的母亲生病,她到处寻医问药, 一次饭局上,李冰冰见识到了王林大师的脸盆变舌, 和空杯变酒。 大师自称这是劳山道士搬运法,李冰冰大感惊奇。 后来李冰冰带着母亲去治病, 母亲背对王林,王林在她后面一两米远的地方施法。 李冰冰问母亲是否有感觉, 母亲回答, 有,她不是在按我的背吗? 李冰冰惊呆了,这个人还是挺有一些功力的, 于是她任王林做干爹。 王林的别墅里有两层楼挂满了和社会各界名人的合影, 她还把这些合影编成了影集。 这本影集《边框描金》重达八斤, 里面共有623张合影,定期更新, 飞页上写着一句话, 无中生有的神奇,难以置信的幸福, 不可思议的存在。 李冰冰的照片也赫然在列, 她穿着黄色上衣,竖着长发, 双手合十跪在客厅里, 不像明星,更像一个邻家女孩。 王林则端坐在她身前, 一脸轻松,十分惬意。 这是李冰冰的入门仪式。 因为她的无中生有, 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王林被鼎礼膜拜, 甚至成为凌驾于娱乐圈之上的存在。 这种地位让王林异常嚣张, 2009年的一场开光仪式上, 娱乐圈名流总共来了一万多人。 采齐飘飘,人山人海鞭炮齐鸣, 看着眼前盛况, 王林大发豪言, 中国的明星,我叫谁谁不来? 一时间, 王林不止在娱乐圈里名声大噪, 连马云、何鸿燊等资本大佬 也来登门拜访王林。 在众多明星名人的影响下, 气功大师王林在网络上红了起来。 然而,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 开始揭秘王林所谓的气功, 不过是初级魔术。 王林也开始意识到,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 自己再也不能像之前那般轻易忽悠他人, 干脆改口称之为传统戏法。 在某次电话采访中, 王林称, 是假的也好, 真的也好, 又不犯法, 我没有收钱, 没有以这个为目的盈利。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个房地产老板的老婆喉咙盖化, 给了王林两千多万, 而王林只是开了几副药, 发了工, 却一直没有治好。 真正揭开王林真面目的, 是来自他老家平乡的富商周勇, 也是王林收的第一个徒弟。 和很多人一样, 初见王林, 周勇便被空盆来蛇, 死蛇复活的神功经得五体投地。 为了成为王林的关门弟子, 周勇先是交了500万拜师费, 之后又送了他大量黄金, 以及价值740万的劳斯莱斯, 200多万的保时捷。 起初, 王林和周勇的关系好得如同父子。 2006年, 周勇通过王林攀附上一位铁道部高官, 为了其, 干息电煤这个项目, 向银行贷款8亿元。 2011年, 这位高官落马, 项目建设完成后, 仅仅市运营了一段时间, 便停滞不前。 加上煤炭行情急转直下, 周勇投入太多, 入不敷出, 资金链断裂, 银行高利贷, 催款连连。 也是在这一年, 周勇和王林的关系破裂了。 他意识到, 王林的气功根本就是装神弄鬼, 而王林却说, 自己帮周勇在深圳买了一套别墅, 此后经周勇委托, 帮他扩建别墅, 总共花费1700多万, 但周勇拒不还钱。 两人之间至少有四起官司, 香港公寓楼纠纷案, 3300万购房款案, 深圳别墅案, 茅台酒纠纷案, 其中前三个均为王林起诉奏用。 看到这里, 很多人想必都百思不得其解, 王林是怎么用如此低劣的手段, 骗过那些高智商见识广的名流大佬, 让他们甘愿掏钱, 毕恭毕敬的。 其实在民间, 像王林这样被神化的大师还有很多, 比如泰国的白龙王, 原本只是个电器维修师傅, 突然有天说自己是白龙转世, 可以预测未来, 开始给人算命。 后来帮助过的一位神秘富商, 捐献大笔善款, 也让他原本的居住的一间破草屋, 升级为白龙王庙宇。 也许是机缘巧合在白龙王的帮助下, 林坚越拍摄的《无间道》和《头文字帝》获得超高票房, 可以说给低迷的香港电影带来无限生机, 俨然成了救世主一般的存在。 相比于白龙王, 王林则更显圆滑, 善于交际。 此外, 王林的目标特别明确, 就是瞄准那些有钱人, 抓住他们的需求, 分析他们的心理。 比如, 有给家人治病的, 有想大红大紫一夜暴富的。 另一方面, 王林可以说是个营销鬼才, 在互联网还不甚发达的年代, 他通过与名人、明星合影这个手段包装神话自己, 把那些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低俗戏法说得模棱两可, 让人不知不觉地就跳进了圈套。 但不管怎样, 人生没有捷径, 骗子始终都是骗子, 不管戴上多少面具, 包装得多么天花乱坠, 终有被揭开的那天。 2015年, 王林再次因为行骗入狱。 2017年, 取保就医的王林在医院一直昏迷不醒, 2月10日早晨, 心跳骤停, 当天下午4点因多器官功能衰竭, 经抢救无效死亡。 至此, 气功大师王林的行骗人声画上句号。 但他的所作所为, 给我们的启示却没有结束, 千万别被所谓的大师蒙蔽双眼, 世界上哪有什么神功、法术, 想要成功, 必须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 才能得到回报。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